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将疏松的营养土填满浇透水 甲值一至两周后 把纸杯撕掉放在新的盆土中养护就好了 怎么样 枝子花水培的方法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枝子花的话 那就照着今天介绍的方法行动起来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养花资讯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